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欢迎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今天呢要来聊就是总统大选地定嘛 一家欢乐一家愁 这个我们就不脱谈了 但是我有看到就是在大选后有一个新闻 他说到这个赖清德他当选之后 房市会有的一个变化 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民进党赖清德当选总统 专家料2024房市交易成长10% 房价不会降 2024年总统大选结果 终于在1月13号晚上9点多出炉 最终由民进党赖清德肖美琴 当选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与副总统 也打破台湾自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 从未有政党连续执政三届的记录 赖清德接棒带领民进党执政 对台湾房市有何影响呢 房产专家认为可预料现行房市政策 如新清安贷款等都会延续下去 2024房市全年交易估成长10% 但房价不会降 专家也直言赖清德当选总统 台湾房市渴望维持现况 也就是2023年8月以后 新清安贷款基出的房市买期 会延续至2024年 也因执政优势延续 若能在经济政策上刺激股市的表现 带动经济成长也可间接影响股民 加大买房的力道 不过专家指出 虽然赖清德当选延续了民进党执政优势 但2024总统继立委大选 在民众党横空出世 呈现三角都局面 民进党在立院席次减少 未能过半 也失去完全执政优势 可能也有出现无法让执政力道 发挥全面性影响的可能 后续院会互动情形 人待观察 那知名投资客帅过头也认为 历年总统选举 民众都是延迟消费 但今年大选看似没有太大的影响 民进党政府推的新清安贷款 也带动2023房市买期 后两个月交易量 与前七个月总交易量相当 直言赖清德当选 房市政策延续 2023年因新清安贷款先期的买期 也将延续至2024年 那他也说明 因新清安可贷八成 又有五年宽限期 加上1.775%的低利率 五年宽限期只要缴利息 买跟租要付出的成本差不多 会吹升大家不如买房的念头 那摔过头也预料 2024全年房市交易量 将比2023年成长10% 而有交易量 房价就会上涨 认为2024房价没有下修的空间 现在看起来感觉2024的这个房市 应该就是一个字 就是应该是吻吧 感觉是差不多啊 因为政党执政八年以来 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虽然这就是跟国际的经济 七七复复有原因 我这样讲是不是又会被骂 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我只是想说 现在因为很多就是不确定的因素 都已经定下来了 然后执政党在2023年底 推出来的新清安的房贷 也让房市小回撑嘛 那这东西它感觉就是会延续下去 因为的确是有人吃这套嘛 所以2024应该是继续新清安的政策吧 我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看法啦 就是其实我们在之前就讲啦 我不觉得今天就是民进党当选了以后 这个房市就是说会热络啦 然后房价不会降这样子啦 我的认为呢是三党谁当选都一样 因为你看他们提出的政策 其实都没有办法在短期内看到效果啦 即使是有啦 可能也是中长期啦 当然大家之前会讲说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侯康代 可能会再刺激一波的这个疯狂买潮啦 但是问题是真的当选之后怎么实施 我相信应该是还是会抑制说 不要让他这个疯狂炒作的成分啦 但是有心人士还是可以拿来用啦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三家感觉提出来的 这个房市的政策 我想感觉上是差不了太多啦 也就是说选后应该是 房市状况都应该还会不错 所谓的不错不是说 这段时间还有大幅上涨的力道 而是交易量 会大家跑出来买 交易量会比较大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 那也就这样子吧 那似乎低谷就被熬过去了 这个我们在半年前 好像半年前有讲吧 对不对 就是那时候叫大家 可以先出来看看房子 可以出来准备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 可以买房子啦 然后假设你针对有一些 可能想要逢低买进的 有可能这些人 原本持有的一些投资客 熬着熬着就熬过去了 当时讲的是有这样的状况嘛 对不对 但现在也不能说完全乐观 毕竟还是有一个囤房税后面即将到来 对不对 但是讲实在话 囤房税对于我们目前整个供应市场 其实还是说帮助有限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囤房 他可能他囤的房是旧的 那他可能拿来出租 但是他没有合法申报 那个房子真的这个价格卖给年轻人 可能年轻人也不要 是我租我可能要你今天要我买买个那么久了 我就不要 或者说状况不太好我不要 或者是有些人囤的是大坪数 他其实四出到市场 你也很难租 那你也买不下来 就是说他不会像想象中的这么的美好 那多数的年轻人还是会期待 在一个可能比较不错的区域 然后可能平数稍微不要太大 物龄不要太久 这样子的物件 那这样的物件其实讲实在话 本来要出租获利 就很好出租获利了 那你也不要期待说 他拿出来出租 他的价格会便宜多少 也不太会 那真正被吹出来的 可能你也不是那么喜欢的 就真的叫你花钱买 你可能就不要了 租的话便宜一点 可能还可以考虑 因为拿出来卖便宜 对你来讲其实也便宜不到哪里去 只是说相对便宜 但是问题是你要背的这个总价 其实对于你薪资要去缴这个负担来讲 其实还是蛮高的 这个状况可能暂时还没有办法改变 那虽然说是有这样子的不利因素 但是整体底定看起来是 新清案应该是会延续 因为这个新清案是 受多数要买房的年轻人喜欢 当然没有错 建商也喜欢 你怎么不能说建商喜欢的 就不是好的东西 就不要吧 对对 举例给你 林志玲你喜欢我也喜欢 对不对 但是你人格高尚我不是 但是这样子代表林志玲是不好的 不是 只是刚好被我喜欢到 他比较脆而已 对不对 就这种感觉 如果他继续延续的话 那看起来这个量应该会出来 那当然没有错 你量持续一段时间之后 价有可能会又会慢慢上去了 但不管是后面之前有谈到 这个什么ESG等等这些问题成本 人工这些问题慢慢会加进去 但是你的量只要持稳 价格比较难松动 除非说跟之前讲的一样 就是说他在新的新兴区域 推的新案 对某些人来讲是降价 因为我本来是看旁边的蛋白区 已经被炒得很高了 我现在过来好便宜 可是在地就会觉得 这原本才多少钱 你跟我讲说房价在降 哪里有降 本来在看隔壁这个蛋白区 他就觉得总价有降 单价可能也便宜 这个美根体感不一样 但也有听到很多的投资的大二讲说 今年美国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很多预期今年可能不会是像想象中的软着陆 然后再来美国的房市跟金融 都有要担心的部分 那这个还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那毕竟台湾跟这个美国的经济联动也太高了 所以也不用到太乐观说 今天房市一定说大好 百花齐放 应该是不会 但很差吗 好像现在也没有看到 可以让他开始崩跌的一个状况 总之现在的市场状况 看起来是这样的氛围 你针对只是针对民进党的话 可能就不够理性 但是民进党是不是会延续目前的状况 慢慢让这个房市可能价格慢慢上去 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难保另外两党当选以后 房价会真的下跌 看起来也都是有点难 不过这也是目前选后的一个状况 也许充满了无奈 但是可能今年的状况会是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法航老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